这个小波来了特别高兴了 一年没见了 真的 小波作为朋友 我也不应该哪壶不开提哪壶 但是作为主持人 我有个矛盾 你知道就是说 他一直是我的人生的标杆 发财的梦想 就是说靠读书 靠咱学习知识 也能发嫁致富 我一直就看着小波 结果了 前不久我突然看见一个标题 吴小波上市梦碎 我当时觉得我心里 狂喜碎了一块 小波这个咱 我反正问到了 怎么说有你 你说一句咱就不提了 对对对 我说点不开心的事 你们开心开心 哎呀 怎么这么等观众的心呢 对就去年就为了公司 那我这么认为 就不仅我们公司 所有公司 证券化其实是一个 大规模的路径 都要证券化 因为投资人 创始人等等的 但是我们今年 在证券化呢 就是通过并购重组 其实我去年 当时怎么认为的呢 其实我去年下半年 我启动这个事 整个上市公司的 它是2700多家企业嘛 它的质量会出现大问题 所以需要好的资产 住进去 所以我们就静止一招 觉得自己还挺 资产挺好的 就想去跟上市公司 做一些并购重组的事 那结果第一 这一轮下来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有人跟我说 小波啊 这个证券会不能 给你一个人 上市指标吧 你贵心啊 对吧 哦 所以就个人IP 就是你生病了 你感冒了 你哪一天料餐不干了 那你这个公司怎么办 就都有这个质疑 这公司不错 但是你个人IP太行 就今天就搁搁在这儿了 虽然没太听懂 但是就算有个交代 对吧 你知道小波 是我第一本书的出版人 我好多年前就认识他 他那是在中东的时候 对 半张脸见人 是吧 封面 对对 然后呢 大概隔几年会见一次 因为他一直有发现 他清澈的眼神没有变过 我今天离境了才发现 原来你没有镜片 对我是这样的 这干嘛呢 成为我们议员了 真的 我说 这俩都挺会整的 是吧 一个流活的 一个没镜片 我的天哪 我十多年没镜片 那为什么要戴呢 好看呢 我说不戴 自己都不认得自己 好看 真是 我有一次 做节目 我就扣眼使 那个 他看那个 撒伯尼见他跟见鬼一样 节目因此停滞 天哪 就你这个弄造型 怪不得证监会 不让你上呢 不过 小波他讲的 我半分钟之后 听明白了 我弄明白了 他其实反映了 现在啊 我国企业的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企业 他实际是靠一个人的 就个人大IP 包括明星最明显了 就为什么人家投资的时候 觉得也有风险 风险在哪呢 就是说你们公司 就靠你一个人 那 如果您可以看待, 如果您可以看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